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的这株最大的荷花终于在我的期待中打开了 它和我想象的一样美 颜色非常艳丽 花朵非常大 现在呢,已经是早上十点半了 所以它今天呢,大约只能开成这个样子 明天呢,应该会全部打开了 它打开之后呢,应该会有二十多厘米 这一盆呢,眼下只有两朵花 这种中大型的荷花呢 它开花晚 而且呢,花朵也相对比较少 至少呢,在我这个环境里用这个盆种的话呢 情形呢,会是这样子 不过呢,它的姿态 亭亭玉丽,摇曳生姿 不是那种微型和小型的莲花呢 所能相提并论的 它更符合我心目中呢 荷花的形象 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其实它从花苞到开花 也只有两周的时间 因为我每天呢,在期待它开花 所以的话呢,感觉好像很久一样 旁边这一盆呢 这个花苞呢,也很大了 估计两天呢,就可以开 这一盆呢,眼下又长了一个小花苞 现在呢,已经是八月中旬了 我觉得这,今年的荷花呢 基本上呢,不太会有更多的前景了 这儿呢,还有一盆 花朵呢,比那盆呢,要小好多 刚才花比这个大 现在呢,有点合上了 明天呢,会开得比较好 这盆呢,是那颗金色的 莫灵秋色 眼下呢,有两个花苞 还有几盆V型的 碗莲 这几盆呢,就给大家看过好多次了 好多花苞,它们开花早 而且花苞呢,还不断地在生长中 下面还可以看到好多 这盆到现在 我觉得这已经有过差不多 二十个花苞不止了 还陆续不断地再长 我估计可以再开一个月左右 这一盆呢,花苞也蛮多的 眼下没有开的 看这个多漂亮 这盆叶子很少 但是呢,每一片栗叶 眼下呢,都会长一个花苞出来 下面还有一个花苞 事实上,我今天早上呢,又摘掉几片叶子 因为现在已经是 八月中旬了 我摘掉几片叶子 我希望呢,能够促使它呢 长新叶子,长新花苞 当然啦,这只是我的愿望 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呢 或许有可能 另外呢,我还有一盆睡莲 之前呢,一直没有给大家看过 因为呢,没有花 前两天呢,我终于是注意到 有一个小花苞 不过这个小花苞呢 到开花估计呢,也要两周左右 过一阵子,等它的花苞长出来 要开花的时候呢 我再请大家赏花 下起小雨了 最后再看一下我的这朵莲花吧 她真的好美啊 听到雨打荷叶的声音了吗 好了,谢谢